我這裡插一根棍子到底 這是他的生理的中心 是不是這樣子 那球在滾動的時候這個生理中心沒有變啊 我這樣子他的中心還是中心嘛 只是變斜嘛 可是重心變成在這邊了 這樣會懂 當我這個在動的時候 你看那個線 當我這樣的時候 我的中心線產生力量 我的中心如果這個中心是可以轉的 它是一個軸 它是可以轉動 當我轉動這個的時候 球是不是在轉 是這樣的 那他的移動方向 是不是跟他的重心有關 我轉動中心 那這個球要往哪移 是跟這個球的重心的方 方向有有有有關嗎 要不懂 我如果是在這個地方 中心在這邊 重心也在這邊 當我轉動它 它就是在原地轉 我如果這個偏一點 偏一點 中心在這邊 當我轉動這個中心軸 它的轉動方向 當然是照著這個球的重心的方向在移動 這樣有沒有懂 這樣懂吧 所以 其實這樣從你的頭頂接到地的那根應該是中心而不是重心在 到會陰 對 那個應該是你的中心 那是中心線 中心線 沒錯 中心線 對啊 這樣有沒有懂 對 那個要維持住 每條線要維持住 要跟著重心走 每條線要跟著重心走 那個產生出來的力量 跟著重心走 重心是什麼 重心就是你的行動方向 是 這樣懂嗎 這兩個東西要分 要分清 哦